首先我们要和薄脆的话 面粉基本上是500克 那么可以用秤秤一下 秤秤一下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一般的情况下 用葡萄面粉就可以吗 还是葡萄面粉 就可以 对对对 它对筋性没有太说的要求 但是今天我们只和100克就了 因为在家庭这段的话 不需要太多了 就是煎面果子够 人不够你知道 所以说你呢 可以少和一点 是吧 我觉得这个100克 咱现在开始说的话 均匀要给大家来一个配料表了 所以观众朋友 现在如果你有笔的话 拿起笔来记一下 如果没笔的话呢 用你非常有智慧的大脑 记在心里面 好吧 这边加多少盐 100克 2到3克 2到3克的盐 因为盐呢 也是增加这个面团的筋性 为什么有盐之后 这个面团会有筋性 因为它盐有一种渗透压的作用 它会帮助这个 它盐入水融化 产生钠分子和氯分子 钠分子氯分子 帮助面团里面的蛋白质分子 迅速的凝合在一起 所以说帮助它的筋性 时间越长 它其实越紧实 就用这个面团 我妈在家里面 还有我发现她有个特点 她比如说做手擀面的时候 她会加点盐 是的 那个面条特别筋道爽滑 这是加什么 下一步是点几笔油在里面 加油干嘛 加油呢 大嘴你看这个煎饼果的 它是冲金黄色的 所以说它里面 除了要放一点一个鸡蛋以外 还是要放一天生血油了 因为炸的油的话 这个薄脆会炸的更酥脆 加点油脂就是这个作用 就是说和面的时候 加点油的话它会酥 对会酥 太香了 我一闻这个味儿 我就觉得人类 对油炸食物一种天然的嗜好 加点油 然后再来一个鸡蛋 然后我们加几枚鸡蛋呢 一般需要加一枚鸡蛋 一枚鸡蛋 就是二两的面粉配一枚鸡蛋 可能稍微有点多 但是之后我们肯定要加一点水 补充这个面粉的润滑性 OK 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吃煎饼果子 有的时候你会单独加蛋吗 但是那个蛋是涂在煎饼皮表面的 那我想说反正要涂蛋 和面的时候加蛋的目的是什么呢 和面加蛋是遭压它的物理蓬松的作用 因为我们薄脆炸出来 它是有一个小骨的 就是说这个小泡就是鸡蛋的作用 所以大家说这种天津的名小吃煎饼果子 之所以能风靡整个中华大地 太有理由了 第一的方便 第二话的营养真的是很丰富 你看这里面又有蛋的营养 又有本身面的太肉化好物 又有淀粉 然后又有我们本身油的一些热量 当然少不了的 还有就是里面有蔬菜啊 香肠啊之类的 所以这一份下来之后 我估计你早晨吃它 能够充沛一上午 中午吃它的话 经历一整天 晚上吃它的话呢 整个第二天经历 经济水很足的 是吧 所以说就这样的美食啊 如果在家里面做的话呢 一定会觉得更加的有那种成就感 在这个薄脆里面 我们需要一定量的天然气 天然气 就是在外面 我们为什么薄脆看起来 气泡非常多 非常酥脆 它里面是需要放一定量的泡打粉 和小苏打的 那这算是一个很安全的 或者说很自然的添加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健康心理念 所以说里面只靠鸡蛋 这种物理放松 不需要加任何的天然气 所以说你要是跟我们学的话 更好 起码吃的健康 外面要用泡打粉 还有一些小苏打 对 你看怪不得 有的时候它泡沫会比 今天你买的这个 这是你自己炸的还是 这我自己炸的 怪不得我还想着 今天买的这个泡沫 看来没有外面的多 是不是 它这个泡泡 你看 你看是不是 有的时候外面买的那个 它好像面很少 就是薄如那种蝉蜜一般 但是泡就很多 对 明白了 来吧 和好 这个面呢 一定要稍微软一些 因为加了鸡蛋以后呢 你不能光靠鸡蛋和这个面 光是鸡蛋面的话 这个炸出来的口感 非常不酥 而且挺硬 这个呢 一定要用适量的水去补充 好了 这块面团呢 就算是和好了 怎样盼到这个面团的软硬 我们还是像上次一样 慢慢地撑 我们撑出薄薄的薄状 这个面团里 就是说你看 你用手顶它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手感啊 你用手顶它的时候呢 它有一些那个力道和筋性在 但不至于说戳破 是吧 是的 具种感觉 就这个面团 和成这样就可以了 那它摸在手里的感觉 它那个软硬程度 是100克的面粉 配多少克的水 才能出来这种感觉 配多少克 一个鸡蛋 基本上是50克 它相当水的作用 但是呢 我们要再放20到25克的水 来弥补它鸡蛋的 所缺须的那个水的重量 哦 是这样 20到25克左右的水 就可以了 对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今天 做了一个薄脆的整个面团 大家看到这个薄脆呢 它是一个长长的扁的一个长方形 那我们怎么给它 和成这样的一个饼呢 因为我们这个面团 和好了以后 不能立马进行使用 不管是中级面团 还是高级面团 我们立马进行使用的话 它会缩 因为面积网形成的过程 它需要一个松弛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面团 需要行5到10分钟 我们再进行制作 来吧 那我们等它一下好不好 5到10分钟之后 等面团形好了 我们看看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将和好的面团 醒发5到10分钟以后 面积网已经充分形成 这时将面团擀成薄饼状 就可以制作薄脆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面呢 给它擀成一个面片是吧 是的 可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说 你看薄脆 它既然叫薄脆 是不是一定要擀到很薄很薄 是的 因为你如果擀了厚的话 里面油存了太多 它的这个口感会有影响 而且呢它这个放置一天或者是半天左右 那个油就会渗出来 油太多了 口味就不行了 对对对 那要薄到什么程度 是要多薄有多薄吗 那可不行 不怎么样 它这个按毫米的话是0.5到0.6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薄度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感觉 就感觉是三张纸 我的一切 三张A4纸 三张A4纸的厚度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就让你可以根据你的手感来 你能够进到你的可能的程度里它感的薄一点 这样起码你操作方便 是吧 好 给它切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片形 可是一般的话 比如像这么大的话 尚老师 咱们要切多大会合适 这个大 因为它是冷水面团 所以说它不大会膨胀 要这么大的话 总能切这么大 就是说它就多出一个边 但是咱这个是用平底锅了 不是用凹子 所以说它这个直径稍微要比凹子稍微要短一些 咱们做的脖子要是今天稍微小一点 窄一点是吧 明白了 所以说您看 其实这个薄醉菌肉多大 你是看你自己卷成一个煎饼果子 这个有多大 它是准备多大 那也看你的锅是吧 对 好的 我们这边油要什么程度在炸 油要说是五成热 五成热 五成热原刷 你拿下小面团下去以后 它会迅速缠着小泡 小气泡 小气泡一个一个连起来 那是五成热 我们看看现在油温还不大高 五成热 你可以用个小面团来试 有很多连续的气泡 对 这回试试 这是不行的 对 这现在就已经快到五成热 那现在可以炸了 对 现在可以炸了 OK 好了 五成热 你可以用个小面团来测试一下 放进去之后 有很多小泡泡冒出来 这就可以了 好 这就搭进去了 你看它迅速就有一种膨胀感 是吧 是的 但是说它并不像是我们想象中那种 倒进去之后真的像油条样 它会 哇 起得很大 对 它这种很慢慢慢慢的 你看这也起泡了 是的 因为这就是鸡蛋的物理蓬松的嘴 所以说它会裹的很高很大 但凡 但是呢 用了这个鸡蛋原理的话 它骨泡它是不规则下的 嗯 要下的这个适量的泡打粉也好 小苏打也好 它的泡是一个一个拍点稍微整齐了 就是我们看到那种薄薄的一点面 但是却炸的非常多的气泡那种 是的 那不健康 是吧 对对 那我们这个的话一般炸多久会合适呢 这个就炸是两边金黄色小的 两边金黄色 一定要记住 翻面 如果它的背面已经炸好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再这样 千万不要 这边炸把它再翻 它会炸的时间过长 你的包脆就是说 包药 包药就是 就从鸽着了 是吧 是吧 把它炸个脆脆的 结果变糊了 是吧 对 一吃咖啡味的 是吧 不太行了 是吧 是吧 OK 那我们这边炸的话 我估计呢 一分半钟左右就能炸差不多了 对 那我们现在看看怎么样 这个炸的时候呢 在油里面 除了选要花生油 或者是大堆油都可以 那么呢 在炸之前 可以点几滴香油在里面 香油 香油是提香的作用 哦 就是说在我们的花生油 或者是说基础油里面 再加香香油 是的 大堆知道为什么要滴几滴吗 为什么不是说一磅一磅 那不更香吗 对啊 因为现在香油已经26块钱一瓶了 哦这是个大问题 是的 所以说几滴就够了你知道 就提提香就可以了 提提香 其实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一起 它一定要出来是好吃的东西 要物以尽用 就是 对 道理是这个 我有一个体会 因为我在家里面经常做速炒菜的时候 比如说要是炒一个像角瓜丝啊 或者说萝卜丝之类这样的菜 你会觉得它很清淡 那怎么办 你就通过在油上下功夫 比如说你在花生油基础上再加点香油 它会特别好吃 或者你加点什么 再加点那个花椒油 花椒油 对 哇 你就发现那个菜炒的时候 整个人生的境界就上了一个高度 真的 那感觉很有成就感 是不是 这就可以了吗 现在我们饱腿就好